大家好 歡迎收看《紅潮秘聞》 我是美玲 中國的政局正在面臨重大的變化 在中共體制內不穩定因素和壓力不斷累積的情況下 很可能導致突發性危機的發生 而且習近平目前的處境並不安全 他自己也清楚 已經坐在火山口上了 因此他也喘喘不安 在習家軍全面上位之後 習近平的權力表面上看來空前穩固 但是內部的權力鬥爭和親信機遇其權位的傳聞不斷 三連任的習近平 已經成功清除了中共黨內的各大幫派 建立起所謂的習家軍 然而 通過火箭軍的重大不忠事件 習近平突然意識到自己正被兩面人所包圍 隨著國內經濟危機的加劇 和國際地緣政治局勢的惡化 說 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在巨大的壓力之下 可能隨時出現健康問題 而他的心腹到底有多忠誠 仍然是一個微知數 按正常的邏輯 政治局常委才有機會接習近平的班 包括李強、蔡奇、丁薛祥、李希 李強是習近平的親密助手 因他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在上海執行嚴厲的封城政策 而獲得習近平的信任 迅速攀升至總理一職 儘管李強表面上顯得軟弱 但實際上他可能在這裡扮豬吃老虎 暫時忍著 等待時機 如果習近平突然離世 按照常理 李強是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 李強在中共二十大成為常委之後 被爆安排人日夜守護他浙江溫州老家的祖墳 這個被視為在中國傳統中補官運的舉動 顯示出他早已經等待時機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舉行會議 重點審議了關於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問責規定 並再次強調金融監管要掌揚大詞 這次會議在經濟管理方面 突顯出總理李強的邊緣化事實 雖然李強是中央金融委員會主任 但他因出訪韓國缺席了這次會議 有專家認為李強在不在場其實無關緊要 因為他主要是執行習近平的指令 缺乏實際經濟決策權 近年來 李強在經濟事務上的影響力顯著下降 多項的重要經濟政策的出台 他並沒有參與和發聲 另外 國務院內部的權力結構 也顯示出李強的權力被進一步削弱 儘管李強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 但是實際掌權者卻是排名第五的蔡奇 蔡奇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被視為習近平的代表 因此 李強在國務院中重要職位的人士任命上 並沒有發言權 這個也導致 他在經濟管理上的作用進一步被邊緣化 蔡奇 被認為是習近平的大內總管 因為他掌控中央警衛局而守惡實權 他還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 副主席等多個職位 並在全黨推動習思想和黨紀學習教育 企圖達到黨員建賽與建習的效果 有人認為 一旦習近平離世 蔡奇有能力利用混亂奪取權力 此外 七常委中最年輕的丁薛祥 因他長期擔任秘書和辦公室主任 從未主政一方而且缺乏經濟治理經驗 被稱為趕鴨子上架的上務副總理 聽說 丁薛祥也很有心機 他希望習近平在去世前 能夠留下遺言 讓他接班 效仿華國鋒成為華國鋒第二 這些內部的鬥爭和權力博弈 表明習近平即使在位時 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潛在的威脅 有分析認為 習近平似乎成為了新時代的毛澤東 毛澤東在清除對手之後 依然無法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動盪 習近平現在大權獨立 但是他的手下卻逐漸形成不同的派別 內部充斥著各種小派系 當習近平將國家帶向崎嶇坎坷之時 這些派系間的內鬥將不可避免 雖然沒有人敢公開批評習近平 但是習手下的每一個人 都打著他的旗號相互鬥爭 還有輿論認為 習近平的統治正將中國引向災難性的倒退 他利用過去的幾年時間 逐漸實施了幾步大旗 譬如 將中共領導的有限任期改為終身任期 將權威體制升級為極權體制 將集體領導脫變為一人統治 根據美國之音統計 過去八年裡 習近平為中國和世界指明了244個方向 習近平堅信 只要由他親自指揮和部署 中國的問題都能夠解決 但是這種回歸極權的治理方式 不單止阻礙了中國的發展 還引發了國內外的廣泛擔憂 現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變得更加壓抑 經濟增長放緩 社會矛盾加劇 這種局面讓人不禁質疑 中國的未來之路究竟走向何方 中國朝野形成各種抗爭在迅速增加 紅二代對習近平的挑戰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習近平是名副其實的太子黨 他的父親習仲勳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然而 習近平自從2012年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以來 他與太子黨的關係並不和諧 從十八大到二十大期間 紅二代被集體派除在中共權力核心之外 比如薄熙來 任志強 劉亞洲 吳小暉等人紛紛入獄 習近平對終身掌控權力的野心和黑箱操作 使得紅二代在政治上被邊緣化 並和他徹底決裂 二十大之後 中共經濟急轉直下 財政和金融危機不斷加深 網傳習近平迫紅二代家族上交資產 以助他渡過難關 不交的話 下場會很慘 學者王君濤透露 除了胡錦濤和江澤民兩個家族外 其餘的家族大多數都已經交出部分財產以換取平安 就連曾慶紅家族也不得不妥協 這樣意味著 曾經在中國社會呼風喚雨的紅二代 在習近平時代也成為了被羞辱、整肅和壓迫的一群人 旅澳政治學者袁紅冰曾經爆料稱 以劉少奇之子劉源為核心的紅二代 聯署要求習近平下台 聽說 參與反習聯署的紅二代包括 劉少奇之子劉源 鄧小平之子鄧朴方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陳雲之子陳元 羅瑞卿之女羅點點 以及葉劍英、賀龍、聶榮俊、徐向前等元帥的子女 甚至薄一波的子女都在其中 根據爆料稱 這些紅二代已經達成了三項共識 首要的共識是指責習近平正在推動戰時體制 準備發動台海戰爭 他們還建議北京應該放棄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改善與法特國家的關係等等 這個爆料在海外引發爭議 袁紅冰後來向大紀元解釋說 經過查實 這些紅二代確實形成了反習的共識 並確認這個事情是真實的 袁紅冰近日還透露 他所得到的中共內部消息 是習近平沒有膽量含動的紅二代提供的 我們知道 習近平多次強調 紅色江山來之不宜 這個不僅顯示了他對紅色政權不保的恐懼 也表明他試圖將自己定位為紅色江山的繼承人 以此來打擊黨內對其終身制的非議 顯然對習近平威脅最大的 莫過於那些同樣出生於紅色家族的紅二代 外界認為 劉元可能是習近平最為忌憚的一個 劉元曾經是中共政壇的頂級人物 扶持胡錦濤剷除軍中權貴 也為習近平鎮壓軍中貪腐盡心盡力 扮低了前中央軍委副主席郭白鴻 徐才厚等大老虎 曾被寄亡會進入軍委 甚至會掌握幾位大權 但最終卻從軍政界淡出 轉戰人大財經委 劉元的退場似乎並非盡如人意 但在近年人大選舉中 他的名字仍然是有所聞 投票中罕見得票 在2018年3月的13屆全國人大 和2023年3月的第14屆全國人大 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時 先後有兩名和一名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劉元 這個在中共主導的虛假全過程民主中 顯得十分奇怪 有人認為劉元的影響力可能仍然潛伏在政壇 或者是他還有聲望 所以有人願意偷搭一篇 但也有可能是有人以他為房子行事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 對習近平來說都是威脅 另外 胡耀邦之指胡德平和習近平不是一路任 胡家也被穿小孩 最近有消息說 紅二代中因為利益上受到習近平的打擊 或者看不慣習近平走極權的路線 私底下罵習近平的人越來越多 有紅二代背景的黃君濤認為 習近平目前的政權不穩定 因此對所有在官場上有權勢的人都持懷疑的態度 包括紅二代 但是他指出 紅二代大多數人並非掌握實權 只要身邊有權勢 就會有特務監視 這個使得紅二代很難進行集體行動 即使作為個人 也容易被分化打擊 因為他們身邊的人 可能都有特務來監視他們 制約他們的活動 實際上 紅二代中很多將軍子弟 已經因各種原因被打倒 習近平主要關注的是那些掌握實權的紅二代 而對於那些沒有實權的紅二代就相對不關心 尋在他們在官場上消遣 或者平日裡口出狂言發洩 他也不在乎 不過 黃君濤表示 習近平的專制行為 可能導致政權不穩定 甚至出現意外 他認為 類似韓國總統朴正希 被自己手下的情報部長暗殺的事件 可能在中國也會發生 習近平的權力過於集中 使得他很容易成為內部矛盾的犧牲品 可能出現意外的政治事件 導致政權動盪 外界還觀察到 最近伊朗總統墜機身亡一時 也使得中南海恐慌萬分 一方面 儘管大多數人認為 這次墜機事件是意外 但也有人提出陰謀論的說法 如果中南海也有此疑慮 這樣 習近平作為一個疑心極重的人 他會非常擔心自己的安全 擔心自己的座機 是否會成為下一個目標 近日 還有兩則事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一則是位於北京昌平區 西關環島三十年的李治城雕像 啟動搬遷 聽說將遷移到李治城的家鄉 陝西雙樂市 雙南縣闖旺寨景區 另一則就是位於 湖南長沙天心各景區的 太平軍雕塑被搬走 雕塑的核心人物是西王蕭潮貴 他在攻打長沙時戰死 這兩起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 李治城和蕭潮貴 都是備受中共推送的農民領袖 在明朝末年 李治城等人奮起反抗腐敗政府 他們的起疑 源於對民不聊生和大饑荒的憤怒 李治城領導的農民起疑隊伍 最終攻克北京 建立了大順王朝 然而 隨著青軍的南下 李治城最終戰敗 王朝覆滅 毛澤東和中共對李治城的態度 一直以來都非常欣賞 然而 最近這些雕像被遷移的背後 可能有更深層的原因 隨著中國經濟下行 和民眾不滿情緒的家劇 中共當局開始擔心出現新的民變 他們怕李治城和太平軍的形象 為民眾帶來啟發 因此下令將那些雕像遷走 這也反映了 中共當局對於歷史上的農民起義 和農民領袖的態度的轉變 另外 最近中國黑天鵝事件頻繁發生 而且幾乎覆蓋了所有的領域 從經濟、金融、農業、供應鏈到地產、外交等等 而且涉及到的區域 也遍及中國各地 外界認為 那些無所不在的黑天鵝 可能會導致中國的特變時刻突然間來臨 甚至導致中共體制的突然崩潰 然而 習近平很難處理這個局面 如今 中國社會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動盪期 中共當局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他們可能採取各種手段來維護自身的統治 但是 中共對人民控制得越感 人民就越是憤怒 抗議活動就越頻繁 惡性循環之下 中共體制發生脆斷的可能性也越來越高 好了 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 請你訂閱我們 點讚並且把視頻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